许致远啊 全世界各地跟人聊天 挺好一会儿啊 像今天这么开心的也不多 也老烦的 这有点像七八十岁的人在这坐着 老年人的爱情是吧 好 那走走 我们到前面投海是吧 wybog 真的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其实当然小花这么打动人 其实也是某种对更本能的人的情感之间那种表达 是不是一下子 对当时小花的表达的确是跟其他的 之前的叙事完全不同的 叙事不一样 他很模糊的给人带来的这种渴望向往和爱 有一种爱 当时拍的时候对刘小庆什么印象 19岁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进组的时候才17岁 我是在小花祖过的18岁的生日 所以他不怎么太带我玩 他就把我当孩子 没什么可多跟我聊的 我就觉得羡慕他 特别羡慕他 很豪爽的个性 会唱歌会弹洋琴这都是我不会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有午餐肉吃 就特别羡慕 就特别特别缺吃的嘛 那时候而且我特别的馋 一顿能吃四五个大馒头 特别馋 然后羡慕的不行 或者说在一个剧组里面 突然之间在几个月或者一段时间里面 彼此间的感情迅速的加剧 然后突然又都散去了 这对一个人的情感的考验是怎么样 对你来说 其实就是说真的每个小的时候 每次离开摄制组 那种惆怅根本不是一个少年应该有的 当时离开小花族的时候我也记得挺清楚的 就觉得是大病一场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这次拍的也是少年的电影 我真的我看到他们道别的时候 我太理解了 当然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马戏团式的生存方法 现在有手机有网络了 你还可以说去关心到其他事情 过去没有 你的全部的人就是在这个组里 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 世界上就这几两三百人 这就是全世界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 1986年 在美国求学 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不太给他 好熟烈 从小吃这个 上海人 还是飙油 戴卫林驰和贝多鲁奇 谁给你的印象更强烈 当然 贝多鲁奇 那个电影拍的很慢 很长一段时间 他是个特别强烈的人是吧 我对他特别着迷 他也没有说是那么强烈的一个人 他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见诗的那样一个人 你也是个经常能看到诗的人吧 我也不知道 我喜欢这样的 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有这一面 就是生活太繁忙了 而且人总觉得自己不繁忙的话就不够努力 就失去好多我觉得 再来点吗 对我也属于比较能吃的 这样的减肥方法那样的减肥方法 听的都是各种折磨上行 就是你的状态保持的密集 就是想吃啥吃啥 对 这应该年轻的女同学们都听一听 有很大的缓解对他们的焦虑 都每个人幸福感不一样 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是他自己在掉棒的时候 我的幸福感是在最绝的时候 你的幸福感呢 一个人的时候 必须的 对 你也是吧 都是一个人的时候到来 有一个谁说的话来的时候 最好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发生的 那怎么跟人家相处啊 要是做幸福总是一个人的时候 幸福与幸福之间总得要有其他内容 舔一下是吧 过度一下 你很早就发现吧 我只知道我是需要独处的人 没有独处的话 肯定我其他的感受就没了 因为太难做自己了 尤其在人跟前 太难做自己了 但你已经属于做得非常好的了 所以需要独处呀 这个我给你不太适合拍摄 导演说了 这个不太适合拍摄 这个又碎 然后又得嚼 然后绿色的菜又灰在牙缝里 造成混乱这个是吧 现在回忆起来 当年大班引起的争论 你还会不舒服吗 早不会了 就好像看别人一样 对 像一种别人的人生 对 好像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目前为止你演了这么多 哪个角色让你真的是觉得特别难 特别有挑战性 特别有挑战性的 都是特别烂的角色 烂破角色的挑战性可强了 那说说看 你怎么演 你怎么演 你才能不让自己无敌自容 比如吗 能说吗 这个我都记不住了 我演过好多烂戏 好在就是说 做演员的你演烂戏 人家没看过 因为那些烂戏没人去看 比如你自己想起来 你演过这些烂戏 你内心什么感觉 我心里特别咯噔一样不舒服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人嘛 包括你演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其实 Home Story Oh Home Story Home Story 里面那个母亲的角色 对你来说 你演她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导演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给了我剧本 我看完了 我见她 我说呀 我说真没见过这样写母亲的 我总是想给她一个赎旧的价值 我总是想希望她有所认识 但那个导演 因为她讲的是她自己的妈妈 她无法给予这个 然后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把这个角色承担下来了 她说她妈妈不识字 就是要想象一个完全不是字的 一个单身的女人 曾经在风流场所工作过的 带着儿女一个人 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她有多少生存的方法 和她的这种个性 所以她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这个人她妈妈不是字的 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像 可以把它翻译成某一种东西了 其实我那篇最明显感的时候 她那种生命力太动人了 那种东西 她必须这样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对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其实就是这种希望让她动人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力呢 我也不知道 我经常觉得没什么生命力 但看起来这么有生命力 你想想这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 换过不同的地方 或者做不同的尝试 生命力很惊人的 活了好几辈子似的 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学吧 文学区位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的确实是很文学的部分 年轻的时候读书量很大 其实特别爱读书 就记得如果是拍戏的话 我会一个人在房车里面读书 因为我生活经历有限 就是你不可能去把这些生活都活一遍 对吧 好的小说 它能够让你体会到人格人性和人的一种梦想 它会更有感染力 比生命当中的似乎更有感染力 因为它浓度更大嘛 我看到这些酒就挺开心的 像那个书店鸽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 给你带来不同种类的暈眩 对 陌生的滋味 对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 那个安德森林的日记的 是80年代吗 还是在晚 很年轻 对 我有一段非常需要书的 时候来美国之后那段时间 很大的一个陪伴 慰藉 太困惑了 总觉得可以找到一些什么 我就是 就是说我最近找跟老公之间的 那个传真交流吗 我那时候在拍那个红玫瑰白玫瑰 那正好奥斯卡邀请我回来颁一个奖 然后我就传真 我就发现了那张传真上写着 请你给我带这个以下这几件东西 可能有五个东西吧 后面三个都是书 我看见这个我才想起来说 真的是需要 就是这一个表格里面多数是书 对 你说的从没有白玫瑰 张爱玫瑰对你有吸引力吗 你觉得 有 有 他有很多人与人之间信誉的感情 而且不是那么sentimental 不是那种 他挺硬的其实 对对对不是那种煽情法我最过敏那种煽情法 嗯 哇 那种那种 那种 哈哈哈哈哈哈 哦哦冰沙 耶 thank you 嗯 蛮好吃的 嗯 但是我更向往那种真的是那种伟大的人格 那种道德的勇气那种嗯 约翰克里斯多夫 嗯 嗯 就还是英雄主义 理想 嗯 嗯 其实这个就是挺挺厉害的一个东西啊 你想一想啊 一本法国老书 嗯 能够在中国当年的青年当中 嗯 引起如此的震撼 嗯 对啊 我觉得这种 英雄主义 很浪漫的这种东西 好像 什么时候开始就消失了 就大家好像对这种 personality 不感兴趣的这种character 其实罗曼罗兰自己就很像这样 嗯 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 是 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 他会不会觉得哪有这样的人 嗯 前后左也找不着 嗯 但其实存在过 嗯 他一定在 嗯 只不过就是 现实的价值 没有把这个东西衡量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嘛 嗯 其实我说拍硬格力士 嗯 我要讲的也就是这样 嗯 我要讲这样一个人 嗯 嗯 Integrity 那种东西 对 有这种moral power的人 对 就是对我来说 可能我缺乏一些 嗯 但是我向往他 嗯 所以才会在电影里 想去拍这样的人嘛 嗯 其实我 我丈夫有点这样 嗯 也就是说 他 他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此 嗯 你觉得 乱讲的话 在这么下 在这么一个世俗标准 这么 无口不入这么一个时候 如果一个年轻人 想去保持他那种 理想主义 英雄主义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立呢 你觉得 就是 就是 你不能说我有理想 我坚持一个信念 我就是一个英雄 嗯 英雄他肯定有前提 他还有一种 自我牺牲的一个精神 嗯 就是他是可以舍弃的 嗯 那所以才 叫英雄嘛 要不然我也有理想 嗯 可我不个英雄 而且不被世俗规范影响 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呀 嗯 就是说 你去迎合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迎合 这 也还是可接受的 哈哈哈 你 subconscious 也不能 也不能太要求高了 对吧 嗯 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迎合了 你会 讨厌自己吗 你会 会啊 嗯 所以我迎合的时候 总是不够流利呀 哈哈哈 真的真的 我自己 我自己都能 观察到自己 就 就 就那个自己在看着呢 就直摇头 嗯 刚才你说 你看到这个 这样照片 相信你 那时候 你觉得他已经经历过很多 故事啊 苦涩呀 然后你说 你再碰到他 你觉得都会过去 没 你现在看他 你觉得最多的苦涩是什么呢 脸上 他有一点 在有一点挑战性吧 眼睛里还是有一点 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张有点 拧的劲儿 对 其实生活当中的确其实也有过很多苦难 但是呢就是说 是我就是一个坚持要保持纯真的天真的 嗯 那些烙印是打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它不是不存在 嗯 但是 不会影响胃口 嗯 那咱走 好 咱们走吧 比如说你那时候 等于去美国一个很大的culture shock 其实你现在回到中国 就中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年轻人的思维方式 会给你一种新的culture shock 对 今天的年轻人 我有很多很欣赏的地方 我其实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聊 嗯 对 其实就是年轻人还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 嗯 他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某种意义上更个人吧 跟 对 那之前的更集体式的不太一样 嗯 那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 普遍性的 如果有的话 嗯 他们 挺奇怪的 就90后那种好像是追求更真实的一种东西 authenticity 嗯 啊 不愿意为你做太多的戏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中国最好卖的一个软件是什么 美图秀秀什么 修 修图的是吧 对啊 对 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 因为一切都很光滑 一切都可以 P图 PS PS 对不对 一切都可以把它的粗糙的质感去摩擦掉 它是另外的一种关注 它是通过了一层磨光了以后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 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吧 还有一层影响创造力的就是你时时刻刻的在被预乐着 嗯 你的头脑每一秒钟都在被刺激在某一种色彩的变化 嗯 光线的变化 消息的变化 短暂的那种小小的刺激 嗯 所以你没有机会去觉得单调 嗯 创造力必须要单调 嗯 就是它是独自单调 特别闷的情况下 它必须用想象力去 去去弥补 嗯 就是现在的这种手机生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啊 嗯 包括你说你想起外婆外外公他们的那些人 你在看他们都是什么有什么对什么新的感觉吗 他们像 我觉得真不容易 看他们老一代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嗯 我外公他其实不是什么优越的家庭出生的吗 他自己的好学啊 勤奋啊 使得他能够到英国到美国去得到这样的成就然后回国有这样的成就 他的那种激情对对科学的激情 嗯 他从英美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梦想研究鸦片受体 但是他回国以后战争当中 嗯 会有许多其他的需要 嗯 研究黄安药效去替代抗生素 嗯 解放以后要研究血系虫病的治疗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等待 然后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他英国原来的同事嗯 研究出来了 就是这一份罪爱他根本就是为他而生存的 嗯 就是而做不到 或者说 因为你们家庭等于其实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一个也是某种缩影嘛 其中有无数的遗憾嘛 就有没有那种无数的遗憾 未遂的志向 就这些东西想起来 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就为他可惜 我觉得嗯 就从他许多学生啊 和我读到的资料啊 当中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嗯 然后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是忘年交 也许我我我我我希望认识他 嗯 我外公是自杀的 对一个孩子来说 你不懂 你不理解 嗯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死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说的 就让你去思考一些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 到底到底怎么样一种生存条件是 你不应该接受的 嗯 他那种无奈你有什么特别的无奈吗 这么多年过去 可能这个就是要等到老透了 临死前自己会 有一种总结吧 嗯 现在 心情不好的时候 觉得无望的时候 觉得想抓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他承担下来 嗯 我会承认他的 嗯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 出去的这 这么些年 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 他的确 拖宽了我的地平线 嗯 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 认知也好 对人性的认知也好 如果不出去的话 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 嗯 我喜欢现在的视角 嗯 对 变得 更宽容 嗯 这种宽容 不是说是一种慈悲 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嗯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情感逻辑 或者说 emotional life 这种东西那种 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比如说年轻时候很多挣扎吗 很多 渴望 现在是什么 是平静吗 还是说 肯定是有挣扎的 人活着哪能是挣扎呢 对啊 嗯 肯定有挣扎的 嗯 我就属于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挣扎的 但是呢 嗯 没人知道的 嗯 别人看不出来是吗 嗯 对 我也不一定会跟 把这种 这种是你自己最隐私的东西 嗯 这种隐秘的角落里面 那个部分 对啊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 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释放出去了的话 他不就拍不了戏了吗 嗯 写不了东西了吗 嗯 嗯 你说岁月到底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嗯 岁月就意味着岁月啊 嗯 嗯 岁月还能意味什么呀 不知道 我问你啊 哈哈哈 嗯 应该说吧 就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嗯 嗯 嗯 我经历于战胜了 嗯 那么多的痛处 嗯 啊 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 嗯 头脑里的疾病 嗯 这是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事情啊 嗯 就不正跟你吹着呢 嗯 嗯 现在有什么除了要完成电影之外 特别想解决的问题 特别困惑的事情 跟孩子们吧 嗯 怎么讲 可能也就是说我自己成长的年代 跟他们所成长的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我拍英格力士 就是有一部分是希望他们回去看吧 嗯 让他们能够看到说哦是这样过来的一个人 嗯 类似吧 嗯 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做得不好吧 嗯 嗯 那天谢敬纪念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有的时候他 对他两个智障的儿子 有那么一种欣赏 嗯 让我回想起自己 对女儿经常很严厉的去批评 所以我觉得他 其实很酷啊 他会说哎呀 阿斯今天把那个拖鞋给放回去了 放到鞋架里了 哎呀特别高兴 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雨伞撑开了 嗯 特别的幸福 就那种爱 很少有的 嗯 很纯粹 因为他没有望子成龙啊 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挣多少钱啊 要为我脸上贴金啊 为父母争光啊 这些错误的这种父母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也下意识的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过我觉得 嗯 就是我可以说 很少啊 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让他们感受到了 这个就不一定 嗯 好 差不多 谢谢你啊 OK 好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嗯 嗯 树 树 我很喜欢树 树 嗯 就是有时候会走 再往那个上面走 就会走到那边的球墩 然后就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上去 啊 就可以在树林里啊 什么 很好 你喜欢那种沉默有力量的东西 对 嗯 而且知识之中 它从种子开始 嗯 简单的为了完成自己 嗯 就 achieve itself 嗯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力量 嗯 那你觉得你是那颗简单的种子吗 我呀 嗯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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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女儿 嗯 人家让她录一段小视频 嗯 说有一个什么细个演 她想演戏吗 就喜欢想尝试一下 嗯 刚刚上菜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孩子 是可以当总统的 哎呀 这个这个全世界寬敞的 在你面前 嗯 然后她越长越大 她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是可以尝试的 嗯